應該很有壓力 你看這些都是幾千萬的 有怎麼買房啊 接近40歲了 名下目前沒有房產 因為想到要買房壓力就好大 規劃至少10年後才可能會制產 少說也要10年才有辦法買房吧 應該還是以現有地方的住就嫌這樣 台肥當然很貴 但是應該是會買在外縣市吧 三十而立真的好難 根據聯偵中心調查 2013年30歲以下買房的 有16% 到2022年降低了1% 至於30到40歲的族群 同樣下滑了2.5% 而40到50歲的買房族 則是增加到三成 結果也顯示 購物年齡層正在往後移 講的這個速度比較快 那這個平均薪資 並沒有比較大幅的一個成長空間 導致說現在的這個房價所得比 有一個越來越大的差距 買方來講比較多的比例 它可能會是在換屋族群 所以40歲以上的這個 它會比較多一些 而從買房縣市來看 三十到五十歲最愛買的地區 第一名是台中市北屯區 而桃園市則是包辦了2 3名 尤其桃園區和龜山區買氣最好 專家分析也跟脫北者移入有關係 機場捷運通車之後呢 它會吸引一些雙北的買房過去 因為台中它這個各個重劃區 新大樓的這個供給量呢也比較多 那也符合就是時下 大家會比較喜歡買大樓型社區的一個趨勢 就怕收入趕不上房價上漲速度 買房時間只能延後 三十而立的目標恐怕也更難實現 大家還記得嗎 基隆市長謝國良在選前的時候提出證件 要送機車給年輕人 而且呢要讓青年都有車可以騎 還是電動機車哦 那現在有機會合作的廠牌曝光了 不是之前說好的GoGoro 而是另一家有意投標的光陽 那業者還拿出了兩款超過預算4萬元的車款 提供選擇 市府人員準備下班前 一樓大廳運來好幾台電動機車 但消息不能提前曝光 得趕緊先蓋起來 但是最後等我們預算通過後 我們還是有我們的一個評選的方式 最後我們會謹慎的選定 幾家廠牌來跟我們合作 現場擺出的不是當初說好的GoGoro 而是光陽電動機車 因為預算問題一台4萬元 以現金市售的電動機車似乎很少有這樣價格的 最後有機車業者大手比提供兩款8萬2千8百元 還有6萬3千8百元的車 業者也希望透過這次合作提高品牌試占率 謝國良選舉提出免費送電動機車證件 資格包括1989年到2003年出生 入籍基隆三年 有機車駕照一年以上 且每年都有做公益4小時者就可以申請 就是我們市政府在4年編列5萬台 每一台補助3萬塊 然後希望還沒有換過電動機車 有這個資格來換的青年朋友 可以以太舊換行 包括家人的舊機車也算 畢竟要兌現選前承諾 從預算編列到合作廠商 處處都被放大檢視 據了解原本PGO 宏家騰等 私家業者都有醫院投標 而市府原本喊出的GoGoRoll 旗下沒有售價4萬元的車款 只是現在不是當初說好的品牌 換了一家就看市民買不買單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民生八方式近在一小時 鎖定八大民善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